那53宗個案就有10宗是輸入性個案 有43宗是本地個案 本地個案裏面都有6宗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另外37宗就是跟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那37宗個案裏面都包括11宗 是跟藍田將軍隧道工程工作者的個案的爆發 是一個長期病患的女士 她曾經在12月28日 去過馬嘉烈的內科日間病房接受一個治療 現在我們就發現有四位初步確診的個案 包括兩位病人和兩位醫護人員 有一個院內的傳播情況 我們都建議馬嘉烈內科日間病房的人士 都需要接受強制的檢查 馬嘉烈醫院就收到通知 就有一名曾經在12月28日 去過內科日間病房接受治療的一位病人確診 醫院就還在接觸追蹤 有40多位的病人 曾經去過日間病房接受治療的病人 大部分都是一些血科病人會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需要安排檢疫 另外有20多位曾經在病房工作的職員 亦都會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都需要安排檢疫 是否卻是法治病人 有40多位的病人 亦都會 Tsšekiv 那是否居然 亦都會營得